阿弥陀佛 感谢你阿爸天父 因你的慈爱 你的怜悯 你的帮助 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耳朵 敞开我们的眼睛 去看你那美妙的座位 神啊今天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因为在我们的心 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的起头 我们要把这个起头奉献给你 神求你来洁净 求你来使用 让它成为你的荣耀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耶稣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好让我们来一起站立 我们以心灵请诚实来敬拜神 我的盼望 住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 满有平安 神明全员 住在耶稣基督里 有助在我 里面活着 我宣告 我宣告 在我里面 你 你 是上一圈 更有的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据 耶稣的 命 我宣告 在我里面 有 我说 有的 没有的力 有耶稣 在我里面 活着 我 勇敢 站立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 满有平安 生命全员 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助在我 里面 活着 我宣告 在我里面 满有 尾世上 一切 更有的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知 耶稣的命 我宣告 在我里面 有 我说 拥有 没有的力 有 有 耶稣 在我里面 活着 我要 赶 降临 有 主 在我里面 没有 去怕 能 战胜 出地 有 主 在我里面 没有 去怕 还能 生 犹豫 有 主 在我里面 没有 去怕 能 战胜 出地 有 主 在我里面 没有 句话 还 歌声 犹豫 在我里面 满意 比世上一切 更有 能力 我不输这世界 我告知 耶稣的 秘 我 宣告 在我里面 有 不是 永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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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耶稣 在我里面 活着 我 勇敢 着 你 我 宣告 在我里面 你 日子上一切 更有 能力 我 付出的世界 我告知 耶稣 的 命 我 宣告 在我里面 有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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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有 有 耶稣 在我里面 活着 我 勇敢 着 你 有 耶稣 在我里面 活着 我 勇敢 着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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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跟我 有一 你 用 赫 你 求你 给我 一颗 尖 辈 的心 给我 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奔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你给我 一颗千杯的心 你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奔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叫你给我一颗千杯的心 给我一个手脚的灵 好让我奔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帮助我更深的依靠 单单相信你 深深经营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的一场 单单相信你 深深经营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单单相信你 深深经营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圣灵 感谢赞美您 我们今天带着一颗感恩的心 一颗渴慕您的心 来到您的面前 主啊就好像这首诗歌里面所说的 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让我们有一颗受效的灵 主啊我们非常的需要您的同在 我们承认 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靠着我们的能力 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您的面前 靠着我们的力量 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了解您的心意 亲爱的圣灵啊 求您的灵自由地运行 在我们当中 求您来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眼睛 可以看见您 耳朵可以听见 心里可以明白 主啊我们也要将赖牧师 仰望的交托在您手上 主啊您的灵 并住在牧师身上 就是使他聪明和智慧的灵 主啊也求您透过赖牧师 来跟我们说话 让我们更了解你的心意 在我们的生命里 能够讨您的喜悦 主啊感谢赞美您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 仰望的交托在您手上 主您来带领 感谢赞美您 我们将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您的名求 阿们 大家请坐 我们请赖牧师出来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穿得很红 其实我是要在潮州部跟潮州部的弟兄姐妹来拜年 拜早年的 结果一上台就忘记了 所以现在就告诉你 今天我们的姐妹说 哎呀牧师你怎么穿得这么红 感觉要过年了 我说是 其实我是真的是要来跟潮州部崇拜的弟兄姐妹拜早年 因为他们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主日是暂停的 但是我们华文部崇拜还是造就 没有暂停 今天我要为大家来讲一个信息 就是读经很难吗 可能你们会觉得好啰嗦 从年头一开始就讲读经 讲到现在还在讲读经 但是我觉得我在讲读经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 我很不负责任 我只叫你们读经 但是其实在读经的过程 你们真的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跟当初我读经的时候一样 一样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怎么办呢 其实当时也没有很去 怎么样去寻找这个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 反而是以一颗单纯的心来读圣经 当然在读经的时候 你要有心灵的预备 祷告 然后你的心是向成敞开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牧师不可能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 但是圣灵都是与你们同在的 Amen 所以今天在这个讲题里面 可能我没有会告诉你怎么样去读经 但是我会告诉你一些方法跟心态 当我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心里蛮困惑 应该怎么样来定这个题目 那最近因为我有时候会坐下来看一下电视 台湾有个电视节目 是曾国成跟一个叫巴玉的女生主持的一个节目 他们常常会有一种对角色的扮演 那个巴玉有一天 他就插着腰很生气 眼太太就说 要你受我道歉很难吗 这样子 他真的很生气 然后曾国成这个眼丈夫的 就因为他高嘛 就看着他太太这个巴玉 很诚恳的说 说实在的 真的很难 那我觉得很有趣 也很实在 为什么讲道歉很难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看在于你的心态 跟你要不要付出那个行动 所以我就觉得 读经其实也一样 我们常常讲很难 但是只要你愿意付出行动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真的会很难 但是你慢慢的就会去克服的 在这里我要以李建安牧师 他的一篇灵修的文章 来与大家来分享 李建安牧师他是一个博士 他说 读经与祷告 是作为基督徒最入门的属灵功课 也是一身凌晨的功夫 有人认为祷告容易 读经难 因为只要会说话 就晓得祷告 读经则不然 读经至少则需具备某种教育水平 且对圣经的书写与文字有理解的能耐 其实 祷告与读经也容易也难 有圣经学者如此描述圣经 他说圣经浅 浅到小孩子可以在其中吸水 生到大象可以在其中洗澡 小学生甚至学习西教士所教导的 这些罗马字拼音读法的那些文盲 读圣经他们也能懂 但圣经学者 穷一生年日来钻研 自认还是一知半解 许多不解 所以呢 读经容易 要经懂是很难 那祷告也是 诗人借着信心对信实神的投靠 只要懂得感恩 诚情祈求即可 但祷告后如何全然交托 以至于能够在祷告中享有真正义无挂虑的喜乐 那就难 所以呢 祷告是容易 但是要交托怎么样 这两者不但是基督徒的灵命启蒙功课 更是一生学习长进 晋升的凌晨 晋一身功夫 未能毕业 让我们要勤读经 让我们要学交托 这就是李建安博士 在把他的一篇灵修的文章里面所提到 今年我发起这个读经的运动 我想只要信主之后 我们都会一直被提醒说 要读神的话 你要去看 要去读 然而呢 我们台湾话有意思说 头羞羞羞羞羞 好像前面好像还可以 后面就不行了 然后之前我的同学郭俊豪传道 他也有讲 我们就像那些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之后呢 就死在旷野里了 就是这样子 大概就是读到那个地方 就不会再继续读下去了 所以有人说 哪一卷书最熟创世纪 因为每年都是从创世纪 所以创世纪你可能蛮熟的 后面 不大知道了 所以然后呢 马云也有一句话 马云说什么 他说今天会很残酷 明天也会很残酷 但是后天会很美好 可是往往一般人就死在明天了 他经历不到后天的美好 这就是马云会成功的 可能他的要诀之一 那么今年因着我来到 这个复兴堂 接下这个华语部的事工 要适应这个新的服事的合场 那复兴堂在实体聚会之后呢 其实人数据说就是 几乎是少了一半 我心中其实一直跟神祈祷 赐给我智慧 看着这个一个两个的离开呢 习子心中不免都会有焦虑 说没有焦虑也是假的 但是就是像李贤安博士讲的 你祷告要学会交托 不要祷告了 又拿回来内心里面 去承担这个重担 所以我就想眼目定静在一两件事情 好吧 不要心太大 欲速则不打 所以读经就是我推出的第一个 很简单 很容易 但是却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 要请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做这个挑战 虽然可能你很不尽心的 没有很用心的去读 但是你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去读过 当然你最好是能够跟神 有连接才来读 这样子是更好的 因为你会在他里面得生命 那么我们也在二月底会开始开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或许会感觉比较基础 但是我们要抱着学习 还有以后我们要跟新人在陪读的这个过程 可以训练自己 我们也可以一边的来温固执行 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计划里面 我们的人生计划里面 我们都可以分短期计划跟长期计划 短期计划可能就是一年三个月 好像我在2019年的时候 7月 很感谢主 就是2020年COVID之前 2019年的7月 有一天我就去报名了马拉松 马拉松很难 其实对不跑步的人来讲真的很难 所以我报了10公里 那其实之前我挑战过5公里 挑战过7公里 那要挑战10公里 其实有一点心里也是有点害怕 但是7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训练自己 报名之后 报名马拉松不便宜 真的 然后我就开始告诉自己要开始练习跑步 到了12月我就参加了马拉松 结果我就取得了还蛮好的成绩 1公里7.05分 如果有跑步的人可能知道 这个是我在练习的时候从来没有跑到过的成绩 是之后在跑马拉松那一天 突然间超出了我平常练习跑步的1公里 超出少了大概1分钟多一点 我平常跑1公里大概8分多钟 那天7分07秒 我就完成了1公里 然后跑完10公里 但是呢 当然这个就是一种短期的计划 那之后我还是有跑步 就没有那么勤劳了啦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跑过 是吗 你也可以要告诉人家 圣经你读过一遍吗 读过 是吗 这个就是一种 那当然我们人生有长期的一个计划 一年三年 好像我去读神学院这些的计划 那当然我也读完了 我刚刚才在淘州部讲 老了我刚刚就用那个精彩 下坡路的精彩人生 但是我有再调整过 我51岁去报名 神学院 大概在55岁左右 54岁的时候毕业 这样子 57岁就进入这个 全时间的服饰 人生 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 不断的在制定计划 但是呢 你要执行这个计划 要付出行动 完成这个计划跟目标 你是真的要很 跟神 你要祷告 你要有很坚忍的信心 那你一天没有读没有关系 明天没有读没有关系 你三天我们 制定时间再把它分摊给读完 就是这样子 不要有定罪感 你没有读没有关系的 慢慢的来 像今天早上我就读了两张 今天马可福音一到四张 今天早上我读两张 我下午回家安静的时候 我就可以再继续读那另外的两张 这样子 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这是我是一种鼓励 那当然是以基督徒来讲呢 能够坚持基督的信仰 迟到永生呢 就是一个最明确 而且是最受神祝福的人生目标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的目标 就是这个目标 持守基督真道进入永生 这个是比我们的长期人生 这个是一个属于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 那我要说的是说 刚刚也有提到说 有些人可能他觉得很困扰 在没有方式 就是可能你在读经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卡在那边 也不懂得怎么样 就觉得好像读不进去 那今天呢 我要来介绍一下一些版本 其实在圣经 尤其是像阿宝 刚刚信主的时候 他对圣经可能还不是很理解 圣经其实有很多的版本 这个是我自己的圣经 其实不止这几本 那但是呢 我可以把它讲的是说 圣经 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 我们教会读的是和和本 我们教会 我信主大概20年前信主的时候 我们教会读的是和和本 这一本环体字直的圣经 是我受洗的时候 教会送我的 但它是直的 直的很不容易读 直的跟横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读别的圣经 那后来呢 我才知道原来还有心意版 然后之后还知道 还有什么英皇清定版 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不需要认识太多 你大概知道有和和本 和和版还有心意版 然后我呢 会读一个中文 现代中文译本 那现代中文译本呢 通常是给我自己在比较 就是说真的你 读的也不是很明白 我就会拿中文 它也是圣经 只是它的翻译不同 它是一个辅助的 一个圣经的版本 不是研读 只是一个 可能你读了中文现代译本 你就原来还是讲这样 等一下我们会有实例来看看 然后呢 这个就是心意的研读版 你看我这边有很多红色标签 其里面有小大理问 那些问答很多的 这个这个是可以看到研读的 然后这个是灵修版 圣经灵修版 这个也是心意版 只是圣经而已 没有任何的研读 那这个是姐妹版 姐妹版呢 还是有一些的灵修 那这个呢 是同学送我的收藏版 他说因为它很漂亮 确实很漂亮 因为它的这个侧边都有花纹 很美 然后这个是领导侍奉版 这个领导侍奉版 它都是有个主题 带着你读经的 它不是一张一张读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是一个主题的 那当然这个是丰盛 生命研读版 这些 这个是小本 以前就是带着出门看的 这个都是心意本 跟合合本 这样子 没有现代中文艺版 现代中文艺版 我都是在网络上看的 那我现在也要放一段录影 我就介绍这个 就是那个圣经的APP 也要介绍给大家来参考 其实基本呢 我们读心意本 也可以 心意本 这个是拼音圣经 里面都会有拼音 所以不用担心 字不会读 这个是台语圣经 这是我参考用的 这个中文有声圣经 我们来点开看一下 我们要来看创世纪 42章 点进去 因为他有广告 所以我们要把他广告弄掉 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 我听说埃及有粮 你们可以下去 从那里为我们敌一些粮来 使我们可以保命 不至于死 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 都向埃及敌粮去了 待约瑟的兄弟变雅敏 雅各没有打发他 和他哥哥们同去 因为雅各说 恐怕他遭害 来敌粮的人中 有以色列的儿子们 因为迦南也有饥荒 当时 治理埃及的是约瑟 负责跳梁给当地百姓的 就是他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 他们脸浮于地 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 就认出他们来 却装作生人 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 问他们说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说 我们从迦南来敌粮 这个就是有生圣经 可以读给我们听 他是不错 因为他有背景音乐 可以好像听起来像讲故事 不好是因为广告很多 那就不要被广告给吸引过去了 然后我接下来要介绍这个 经读圣经 经读圣经就是比较属于研读方面使用 我有放了两个对照版 对照版的话就是 现代中文版 还有和和本版 你看第五节 雅各的儿子们和其他的人都来买粮 因为迦南地区也有饥荒 那来和和本你看 来敌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 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所以当你这样对照的时候你就知道 来敌粮就是 其实就是买粮的意思 就大概看句子 你就会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他这一个呢 还有好处是在注解 注解就是好像42章一样 他这边就会有一些的背景跟介绍 他的注解是来自于丰盛生命研读版 那因为这边还有很多的研读的版本 那目前我显示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经读圣经的APP 我要再介绍的是这个 My Bible这个应用程式 他呢 也是就是可以读 但他就是没有办法有对照 可能我没有研究到 但他的注视呢 比较好是他会在上下 譬如说他24节有背景的一些介绍 他就会告诉你 然后你读到哪里 你只要往上播 往上读 他的下面就会把这些背景啊 来告诉我们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 这是很不错的一个APP 好 那当然呢 最近还有很多APP都 有一个U-version也是很受欢迎 但是那个比较复杂 那个一般如果你不大会用手机的人 也是挺难的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 我当然就介绍了一些方法 那如果你不想觉得说读这些 如果还在原读的话 会花很多时间 你只想先把它读完一遍 那也可以 这样也很好 至少在你的 这年的目标里面 你是基本上是达成了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么呢 以前我们都会建议读纸本的圣经 它比较不受广告影响 还能够自己在圣经里面 做一点笔记 但是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年纪渐长 势力的退化 后来呢 我都比较多是在电脑或手机上 因为它的萤幕是可以放大的 那个字看起来不会那么吃力 所以我也不会反对 你们用手机或者是电脑来读经 我觉得只要对你有帮助 这些都是好的 那当然要学习 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 要有很正确的这个心态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心灵的准备 我们要来看 有四点的心灵的准备 第一个就是要以仰望可慕的心来读经 我们在诗篇42章1节 这么讲 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吸水 彼得前书2章2节这么说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以致得救 我们不要把读圣经呢 当作是好像例行的事情 好像每天呢 编排了这几章读完就算了 我们要以这种仰望可慕的心来读经 就会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 多多的仰望神 可慕神 亲近神 还有热爱神 越能够体会到神的慈爱 你就越能够追求到神 还有享受神的同在 那第二呢 我们要以信靠 顺服的心来读经 当然在诗篇119篇105节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路加福音1章37节说什么 他说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提摩太后书3章14节说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我们需要信靠顺服神的话 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天地要废去 但是神的话呢 却不能废去 读经的这个操练呢 就是操练自己 要多研读圣经 多知道神的话语 多明白神的话 而更要去愿意遵行神的话 就是从神的话里面呢 得到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再来看要有什么心呢 要以谦卑安静的心来读经 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么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尽之不肯 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这么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 在神的面前来读经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来读经 我们要知道并且相信 圣经是没有错误的 纯心卑微的这种心灵 安静的心灵 然后集中我们的力量 来追求圣经中神的教训和启示 来寻求得到更多的珍宝 我们要看第四 要存什么心呢 要以欢喜快乐的心来读经 诗篇119章103节这么说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耶利米苏15章16节说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 你的言语使我心中欢喜快乐 是因我是你为你名下的 称为你名下的人 读经呢 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乐事 它不是一件苦事 是美好的享受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 你现在讲起来 不是真正的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祷告 真的是存一颗谦卑的心 然后让你来到神话语的面前 你是有一颗喜乐的心 我们要来在这个话语里面 去饱藏神的慈爱 还有神的恩典 吸取这个属灵的营养 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 得到力量 得到真正的平安 也得到永远的喜乐 和美好的盼望 在我们得救了以后呢 有两件很宝贵的事 第一个就是外面的圣经 第二个就是里面的圣灵 那圣经呢 是让我们可以借着 祂来认识神 那里面的圣灵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 透过圣灵的光照 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也可以让我们的生命 得以更新 得以重生 然后让我们 在读起圣经的话的时候呢 我们被神来触摸 我们看到其实以前 以色列人他们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他们 外表他们真的很热心 而且他们每次都会查考圣经 他们很会花时间呢 去读圣经 甚至对圣经呢 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他们每次在 面对耶稣的时候呢 他们却都离弃祂 然后就跌倒 因为其实他们没有看到 其实圣经是 为着耶稣来作证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读经的时候 也同样可能会犯一些这种错误 就是你在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看到难题 你就会想要去找其中的难题 却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活出神的见证 然后反而就跌倒了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呢 不是说不但是要花时间来读主的话 并且是每次读主的话呢 都要在主的面前得生命 与此同时呢 心 心要先到主的面前 如果心不到那里 那读圣经就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在读经之前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先到主的面前来得生命 用心来接触这位主 如果心不跟主相逢的话 就很难明白主的话 你的心要归向主 让主的灵呢 在你里面 叫你得自由 主的话要在你里面 改变你的心思 情感 意志 叫你有神的思想 还有意念 一般人呢 其实可能对一些圣经 读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难 但是也不在于不了解 反而是某些部分的圣经是因为你太了解了 好 例如 这一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言言起争论 很简单吧 这首一定是会了解的 可是有没有遵行 所以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不要太在于疑难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在一些眼睛部分有些不懂 我们可以看一下APP 或者来找我们一起研讨 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些疑难 你读过了 你大概懂得神的话有讲过这些 然后你着重在你读得懂的地方 你去实践出来 我看过一本书他也这样讲 他说 其实呢 我们对圣经 我们有没有去把你读懂的地方活出来 而不是去计较 我读不懂的还好多 是去把你读懂的地方 好像我们读耶稣的事迹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是读他的事 不单单是知道他的事 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学向他 我们要学他那个谦卑的样子 他那个至高的典范 所以呢 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 让我们保有那颗坚持的心 然后呢 坚持下来 这里呢 我也要再继续的来讲一下 刚刚这个李建安牧师呢 其实他有一篇的灵修短文 我没有打在这里面 我可以分享 他呢 他在他高中的时候读了一本书 那本书里面讲到说 如果你三天啊 三天都早起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当一天来用了 三天都早起就可以当一天来用 他说早起三成当一天 所以这个牧师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对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 因此呢 这个牧师每天都 从那个时候知道之后 他就把他当成这个座右铭 到现在他每天早上闹钟六点半 一想呢 他都没有迟疑 他一起来呢 他就怎么样 他会动一动身体 他说他会脚板左右甩动 三十六下 然后做两次 然后起身坐在床边 咬动他的腰 五十下 就这样子 然后就开始一天 他就开始做他的灵修 有时候他会写文章 写到半夜两点 然后半夜两点 他一样六点半闹钟一想 他也没有迟疑 就起来了 有时候放假呢 六点半一想 他也起来 他的师母说 哎呦 按了放假 你不多睡一下 干嘛一定要 也要六点半起来 他说 我服侍的地方放假 我的生命没放假 他就这样讲 所以这个牧师 他真的是完成了很多的作品 当然我也没有这样子 像他这样 但是我以他为目标 我们就 有一个人 他就是这样子学习的 他是马来西亚人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 他目前已经出版了28本书 那他说他还有20本还没写完 真的是要为他导演 他真的是 他说如果神恩但他可以活到80岁 那么他剩下的日子 他一定要赶快迎头赶上 他大概现在就 大概是60初岁这样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介绍了一些的纸本的圣经 一些的圣经的手机的APP 如果你对手机不熟 我们会后上会的时候 你可以留下来 我们可以帮你下载一些有生的圣经 你可能读字很辛苦 你可以用听的 用听的也可以 我们可以帮助你下载这些APP 然后真的是也 刚刚就介绍了这些之后 也告诉了大家 要有保有什么心态来读经 那相信我们在今年要读完这一本 就不是很困难 我再次说如果你没有跟上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的跟上就好 自己把自己的计划做好 就像我们人生有做计划 我记得我刚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很乱很乱 因为太久没有接触课业了 51岁 离我当初高中毕业 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久了 所以一接触这些 要写论文要做什么很难 结果我一个同学就告诉我说 我一个学长 他就告诉我说 你把计划写出来 哪一本 你今天做什么 先写好 你的心就可以安定下来 我觉得这同学给我 很大的一个帮助 我不会想一直在脑子想 这个还没做完 那个还没做完 很辛苦 他叫我 你本子拿出来 你把它写 一一写下来 你还要做什么功课 你要读什么 这样写下来 这样子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 你照着这个计划慢慢去走 今年你一定可以读完一本圣经 所以当我们都在为这个 复兴堂要祷告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 不管是在英文部 潮州部 华文部 我们都要来复兴的时候 别忘了 我们要先复兴我们自己 我们先要复兴我们自己 我以为我们自己愿意摆上 肯牺牲 还有爱主 肯做工教会的未来 才是可以期待的 那最后我就是要以 这个 对这个是我要讲的 坚持 其实呢 最容易的就是放弃 最困难的就是坚持 真的 做每一件事情 你只要说不做 他就可以不做 但是呢 你要每天去做 最困难的真的就是坚持 最后我就是要以这个 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多做主工 不一定是主的工 当然也包括主的工 那也包括读圣经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雅各书4章8节上这么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那最后 我要带给你们一个 最简单的 春泰读经法 我们来看看 春泰读经法 春泰弟兄 你觉得读圣经很难吗 对 很难 开始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就是没有感觉 但是慢慢后来 就再两次三次 我就有感觉到 读圣经是很好了 因为它慢慢会改变你的 好像我想要去赌博的时候 我真的它好像叫我不要去这样 好像叫有人说你不可以 我去那个我信主的时候三个月来 我到那个我每天都是在去那个读博的地方 去读啦去看啦 后来我读了神经的事后 好像有东西叫我要去那边看看啦 心里想要读啦 但是好像有些有一点力量啦 这东西在我身上啦 这东西在我身上啦 叫我离开啦 不离开啦 你就完蛋了 在那边 好像我就离开啦 后来我在读啦 圣经我在读 读到一本圣经读完了啦 但是读完了也不知道里面是讲什么的 第二次我读就慢慢知道啦 但是真的我跟以前不一样 他那本圣经就是改变我啦 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啦 圣经是非常好 非常有力量啦 很好 那你读不懂的时候你怎么办 哦 那个时候牧师买那个录音机给我 录音机 所以我看不懂的时候我就开啦 他还听啦 他还听他讲什么 那个录音机是读圣经的录音机 对 有圣音的啦 有圣音的 我不懂的时候我就开啦 我这本圣经就讲 怎么读这样 怎么读啦 所以你就继续读啦 对 读不懂他的意思 你也继续读 也继续读啦 但是慢慢你就会明白啦 但是不是团部会明白 圣灵会一点一点的明白 就圣灵会帮助你慢慢明白啦 对 圣灵真的真的会帮助你 慢慢的明白 慢慢的明白 那你圣经有读完整本吗 我读完整本两次到三次了 感受到神好像跟你在一起了 你做什么事情啊 你就 你要做坏的 好像神啊 也跟你同在教你不可以做 神啊 是在啊 他在帮我 帮我非常多 使物要坚固 不可动摇 感谢春泰的见证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虽然他不明白里面的意思 但是他又是一个很单纯的心 信靠的心 仰望的心 一次读不懂 再读 圣灵就光照他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 来到你的面前 真的是 向你写上极大的感恩 主啊 真的求你赐给我们 有坚定的心 让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使那你的力量 就加恩加力在我们的身上 真的是感动我们的心 对你的话语有火热 主啊 谢谢你 求你复兴我们的心 更新我们的心 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再次的被你得着 主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好 我们现在站立来 以这首诗歌回应神 我相信在这一段 短短的时间里面 神肯定跟我们说了 不少的话 其实在一生里面 如果我们把一个 这一件事情专注的做好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 是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圣经是一本 它不是一本书 它是一个生命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连接跟神的话语 来连接跟神说 神啊 你来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你 点赞里面的美妙 神啊 我的心可能是 每天都在东张西望 神啊 今年 神你来帮助我 不在东张西望 我要把我的心 专注在你的话语面前 好 我们来回应一生 我要向高山去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的甜点滴滴 耶和华尔莱 我要向高山去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的甜点滴滴 在我们这场回去的时候 跟神说 神啊 帮助我多情 今天我把我圣灵摆一下 圣灵来帮助我 来帮助我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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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向高山去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何来 第一月和华尔莱 我要向高山去 我希望你所招待 我希望你所招待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希望你所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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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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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感谢主耶稣今天我们聆听到你的话语 神啊我要感谢我们周边都有弟兄姐妹 能够一起在这一块读经的道路上 彼此扶持 彼此鼓励 彼此安慰 彼此同心协力的来做好这件事 神啊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互相的 手牵着手的 在2021年里面完成这件事情 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好 牧师 好 没事请坐 我们现在要僵事报告 好 我们很高兴阿宝在我们当中 他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因为是很开心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有新人加入 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跟鼓励 好 我们要来看这个家事报告 我们的装备课程2月第四个礼拜要开始 我预计会在L到5月才会结束 那当然下一次的上课日期我们会跟的 就是在报告 第一堂我们会在2月28日 那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大概就是2点左右 可能会早一点可能会过一点点 就是在那个时候 所以呢 不是2点12点 是12点左右结束 因为下课的时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时间 但是鼓励你们吃好的早餐才来崇拜 我怕你们有时候如果没吃早餐到12点会有点肚子饿了 好 这个可以的话就吃的早餐才来崇拜 那现在要开始报名 我们这个报名我们请惠明负责可以吗 好 惠明如果你们要上课跟惠明报名 然后因为我要印这个教材是用印的不是买的 所以我要知道我可以印几份 我应该会多印一些了 好 可以来使用 然后再来我们有iPhone的手机拍摄跟剪接技术的课程 我们要打算开办这样一个课程 无论是以后我们有教会的活动 不只是崇拜 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以后的疫情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方面的弟兄姐妹来参与一起的服饰 这样重庆就不会太辛苦了 还一个人一直在做 那当然目前我们可能可以改变为直播 但是以后真的疫情或许更严重 或者是说以后我们有活动 我们拍摄都需要剪辑的这样子的一个同工来帮忙 所以我希望可以报名 这个可以向我报名 可是可能就是如果你有iPhone手机是最好的 那你可以直接就从手机里面来做了 都不需要电脑这些 如果你要报名的话跟我来报名 我们会请重庆开班 其实他已经在别的教会有开班了 是我们也将荣耀先给主要 我们要 谢谢他也在另外一个教会牧师也请他去帮忙 开班了 然后我们要来看 4月25日崇拜过后 我们会有一个大概就是我们上课的那个时间 那天就不会上 我们会有一个专题演讲 大概就是讲从圣经角度来看 华人习俗跟信念的这样一个专题讲座 他大概就朝这个方向来定讲题 所以如果可以 我们可以邀请一些朋友来参加这个讲座 他是我们神学院以前一个老师 讲得非常好 那当然在3月 在3月我没有打进去 4月也在4月 3月3月 3月我会想举办一次一个礼拜六 我们去滨海花园 我现在正在就是看上网 看怎么样去买票 因为现在不可以去那边买票的 我们必须要在网上先订票 那我看我们就订一个礼拜六 我们一起去走一走去拍花 去跟花拍照 那个滨海花园 所以等日期节定下来之后 我再通知大家 那这个也是讲座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也讲到奉献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如果还不是基督徒 不明白奉献的意义 无需奉献 神祝福你 好我们现在一起站立 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上帝的慈爱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以及圣灵的感动与团契 永远与弟兄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请坐我们平安三会 如果有人想要下载手机的什么 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帮你 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分析 三会 我们先来分析 我们先来分析 我们先把饭 美负